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我们要读一篇特别美的诗 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总共才有短短的九节 这一篇的内容在讲 耶和华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们来把这一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到二节 大卫颂赞神的明美荣耀显于天 以及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所建立的能力 第二段是三到四节 大卫感慨 当他看见天和星宿 便感觉到人何等的渺小 第三段是五到八节 人从神所得的尊贵和荣耀 并管理神造物的使命 第四段是第九节 大卫再像诗开头的那样 颂赞神的美名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三节到五节 经文这样说 我光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经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经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 为冠冕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了上一篇第七篇 第七篇也是属于平时我们会少读的诗篇 但是等到我们一读到第八篇 我们整个的心和灵就会特别晴朗并慌快起来 的确当你读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 那爱神的人的心特别会充满了对伟大的神的敬畏感 还有个人得知了神原本在我们身上的伟大的旨意 而产生的尊荣感 诗篇第八篇极其的特别 它太美好了 以至于我一直都在担心 我没有办法将里面最精彩的部分 最丰富最荣耀的部分讲解给大家听 但愿圣灵美美的开启我们众人的眼睛 尤其是开启里头的生命 让我们看到这篇诗的奇妙 提到诗篇第八篇 有的圣经学者会告诉我们 它是圣经当中赞美神的诗篇当中最完美的典范 因为在这篇诗当中颂赞了神创造的荣耀 以及伟大的恩典 述说了神慈爱的属性和大能的作为 并在其中也十分清晰的说明了 我们与造物主 以及与我们周围世界的该有的关系 整个这篇诗篇行文简洁 但叙述的内容十分的全面 特别的精彩 你看在短短九节的圣经中 它几乎把宇宙外有当中所有的角色都包括了 像神、天使、人、世人、我、婴孩和吃奶的 甚至仇敌 并且还有世间的那些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里游的活物 论到神也是一样 比如说在诗句当中提到 神的名、神的荣耀、能力、指头 又提到了神做工的领域 天、月亮星宿 还有与神做工有关的动词 像彰显、建立、造、陈设、顾念、眷顾、赐、派、使、什么什么福 那这一切的表述都极为的丰富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才会更多的从主那里有领受 不单单是这些细节 本篇诗思想的幅度也非常的宽广 他把我们带到神的诸天之上 这是第一节 又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之初 这是三节、六节到八节 甚至在第六节 他还把我们带到世界的末了 也就是千禧年 甚至是新天新地 在经文所蕴含的深度的真理的方面 在本篇诗当中 尤其从人的角色 里面不单单提了世人 提了大位 甚至还有基督隐藏在里头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讲解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关于这篇诗 经文的前头有标注 提到是大位的诗交于灵长 用加特乐器 这里标注的使用加特的乐器 另外在诗篇81篇和84篇中 也有同样的标注 但具体大位是什么时候写的这篇诗 争议就很多 有的人会认为 这是大位在小的时候 目放他父亲耶稀的羊 他常常在外面过夜 所以在有月亮和星宿的夜晚 他就向神的创造之功 心发感念 写诗来颂赞神伟大的作为 如果按照本诗内容 倒真的非常适合 将这篇诗联想到 可能是大位在年幼的时候 在旷野诗牧羊的时候所做 但也有解经家认为 由于第二节提到了大位的敌人 又提到了婴孩和吃奶的 所以就会有的人将这篇诗解为 是符合撒末尔纪上第17章的经文内容的场景 那便是大位在得胜了 菲利士的巨人 哥利亚之后写了这篇诗 他颂赞神创造的伟大 又同时歌颂神伟大的救赎之恩 因为相对于哥利亚 大位在体能上根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所以大位就颂赞神在他身上显出得胜的能力 那这些分析都比较有他合理的角度 至于加特的乐器 这是菲利士人的乐器 但使用这种乐器 并不见得一定得去菲利士才使用 所以在经文故事的背景上 最后的说法没有一定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二节 大位颂赞神的美名 还有那写于天的荣耀 以及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所建立的能力 经文的一开头 大位呼唤耶和华我们主的名 他说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我们曾经提过 大位一开口就显示出 他与这位被他敬拜的神 之间特有的关系 因为耶和华的名 是显示 神与他的百姓之间有立约 所以大位称颂 这位与他立约神的名 是带着全生命的热忱 他与这位神亲密 在使用这个称位的时候 大位的心和灵都满了敬畏 也满了灵里无法抑制的欢欣和喜乐 大位深深地以这位神 为满足 为骄傲 为自豪 因为就是这位与他立约的神 一直爱他 眷顾他 保守他 但这位伟大的神 不是仅仅与他 共处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一出了门口 这位神就不在了 大位也就脱离了 他的势力范围了 不是这样 大位接着将这位神 伟大的荣耀 借助他的赞美 就像我们在看电影 拍摄者使用了广角的镜头 将浩瀚的大地和天空 甚至宇宙穷仓 都显明在我们眼前一样 大位告诉我们说 他所敬畏的 与他亲密的这位神 也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 又是我们的主 他的名 在全地显为无比的美好 我们说过 神的名 就是神的神性 从神的神性中 会释放出 创造 救赎 和一切的大能 因此神的名 就是他的能力 他自己 是他的神性 这一切都是美善的 都是蒙恩的人 所要赞美的 大位 在赞美神的美好的时候 就特别将目光 投射于 他所抬头 仰望的天空 他说 你将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 在《创世纪》第一章中 神称空气为天 这是一章八节 在常人看来 天不过是空洞的领域 浩瀚无银 仅仅是供 星辰来运转 在我们以上 比较近的天 就供云雾漂浮 但实际上 圣经对天 有更美的认识 天乃是神所造 天乃是神的座位 马太福音 五章三十四节 天甚至有情感 历代之上 十六章三十一节说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也可以参考 诗篇九十六篇 第十一节 天甚至能听 以色列书一章二节 经文说 天哪要听 总的来说 天是神大大彰显作为的所在 诗篇一百五十篇 第一节 穷仓是他显能力的所在 诗篇一百一十五篇 十六节 说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给了世人 由于天是神显能力的所在 所以诗篇第十九篇 第一节就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圣经当中 论到神在天上显荣耀 显奇事的经文 多到不胜枚举 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有人就将这篇诗 叫做太空诗篇 或者是宇宙诗篇 据说甚至美国的宇航员 在登上月球的时候 就曾经将这篇诗放在月球上 的确读到本篇诗的第一节 就会让人很自然的向神生发 敬畏和赞美之情 他真是宇宙外有的设计者 又是宇宙外有的创造者 唯有他配得称颂 唯有他配得所有的忠贵和荣耀 给你继续